爹 女儿不孝 没能在爹身前尽孝党 可没在爹走后缠名真相 许子言这个朗性狗肥的王八蛋 还有夏宇宾 他们平日处处记恨我 一定是他们父亲和谋 害死了你 你说够了没有 爹被人害死我凭什么不能说 是不是我说夏宇宾你不爱听了 你整日和他们混在一起 谁知道他们害死的 你有没有处理 你肯打我 我打的就是 你刚才说的是人话吗 我现在就替爹教训你 你们不能这样 都去自家去 干嘛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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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哥 你这是干什么 我让 爹爹尸骨危害 我 你却谋害血亲 我跟你拼了 别闹了 你们两个还 还愣着干什么呢 还不把少爷扶走 我 这是灵堂 不是菜场 炒炒炒炒炒炒 炒什么炒 刘哥 老天为什么不帮我们 徐子媛明明害死了爹 为什么还能逍遥法外 现在虽然没有证据 证明徐子媛是凶手 但是白天在盘文下刃的时候 有人曾听到徐子媛 和大伯在房内打吵 此一点 官府已经记录在案 兰儿 你放心 大宝戴火像带亲儿子一样 我一定会查出凶手的 凶手就是徐子言 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兰儿 你先回去休息 这儿我守着就行 不 我要陪着爹 兰儿 听表哥的话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 保重好身体 才能为大宝报仇 大宝他全下有志 一定不想看到你这样 小姐 我们走吧 你们也都下去吧 这儿有我就行 是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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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好端端的去招惹大伯干吗呀 谁去招惹他了 我不过是去跟他寒暄一下 寒暄 你跟大伯要手共同语言就奇怪了 老实交代 到底干吗去了 你不会又死刑不改去害人了吧 什么叫又去害人了 夏宇宾你有良心不你 那你倒是说呀 你找他干什么 我就是想要回店铺 什么 要回店铺 听清楚了吗 你怎么那么笨啊 大伯那么聪明的人 怎么可能随便把药铺还给你 可是我不试试 又怎么会知道 试了吧 被夏良讹上了吧 你以后我出门注意 躲着殿下夫人 别让他们看到你 我有什么好怕的 心里有鬼才会害怕 怎么那么死脑筋 你说大伯本来好好的 你去了之后 突然他就病逝了 那肯定都得怀疑你啊 心碧是一种隐性的病灶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病 以为病症是伤风劳累引起的 病灶日记月累 只有在人情绪剧烈波动的时候 才会发作 若是别人问我 我便这么解释 可是 大伯真的是死于心碧吗 我也不确定 账目作假罪不致死 若你坚持将他们夫妇二人定为死罪 以绝后患 也并非没有办法 这 你说你就不能先 用别的地方补上来吗 大人 你这拆了东墙补西墙 这不还是漏风吗 行行行 你赶快想办法吧 这眼看就没时间了 我告诉你 要是御史台的人一到 发现税收不齐 到时你我可就全完了 大人 谁 薛傅斧司在门外求见 去去去 没空 大人 薛傅斧司说他可以帮你 行 你叫他进来 是 快快快 说好说好 大人 来了 来来来 坐 薛大人 薛墨啊 有事吗 大人 大人 您是不是 正在为税务之事发愁 正是 怎么 你可有何量策 夏家的每一个生意 都有两套账本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两套账本 我堂堂成辅司 怎能弄虚作假 下得水 下得水 利用阴阳账本 多年来偷税漏税 如今官府有难 夏家里应为官府排忧解难 此事交给我来处理 与大人无关 给我搜 这边 快来 这边 你们这是干什么 城府司有令 彻查夏家税务 我等是奉命行事 闲杂人等 切勿阻拦 查税需要搜屋子吗 你们这是哪门子的查税 都给我住手 这里是夏府 闲杂人等也是你们 都给我滚出去 那边看看 再说一次 我们是奉命行事 若不配合 以言下律法处置 那边 找到了 下家撕造阴阳账本 漏交税款 现证据确凿 所有店铺一律关闭 到后发落 好 现在该怎么办 表哥 你快帮帮我 你别急 我一定会帮你想办法 表哥 我现在只有你了 没事 没事 来 傅傅司 这是您交代的 你能把手上的牌位放下吗 显得像我们欺负你似的 来丫头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不想 可如今沐浴成舟 活着的人还是应该向前看 我们已经遣散了下人 这是所有天宅的地契 一千两 这些田产加起来都不止一千两 八百 徐伯父 你欺人太甚 好了好了 我说句公道话 一千二百两 我们也不赚你的 要不是为了田税 这些地我是断然不会卖的 那也是你们家做的好事 好了 不说了 何弃生残 薛墓 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 这次多亏有你啊 你为我立了一大功啊 薛墓 来 大人言中了 这都是我举手之劳 应该的 来 来饮此杯 薛墓 你尽管放心 只要我明年调去京城 会立刻向上面薄举你 来接替我的位置 这样一来 你便是这严夏成新一任辅司了 那在下再敬大人一杯 今后还望大人多多关照 好 来干 你们 你们好大的胆 要干什么 我等奉御史台之命 严夏成辅司陈辽 在职期间 与茶商夏德水 暗中勾结串通 收受贿赂 现金人举报 押回审查 不是 等一下 你们一定是误会了 本官那个 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夏德水啊 薛墓 你赶快给他们解释啊 薛墓 不 莫非是你在害我 你自己收受贿赂 滥用职权 和夏德水同流合污草奸人命 您这是自己害自己啊 你们没有证据 又要诬陷本官 你们冤枉我 证据啊 你忘了 你与夏德水有个书信往来 那密信 我早就上交给御史台了 好 好啊 雪墓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这般害我 因为十五年前 你可想的是仙海的那对夫妇 正是我的爹娘 十五年前 雪墓 你绊倒我又如何 我告诉你 麻雀终究是麻雀 就算有朝一日月上枝头 也变不成凤凰 凤凰虽贵 却凤凌脚 麻雀虽小 但五脏俱全 我就是麻雀 也能扳倒你们 这人疯了 你看 他疯了 别疯了 你疯了你 走 走 你这个卑靡小人 师父 我多回也不帮过你 雪墓 你不得好死 走 都给我手脚利索点儿 今天必须把家分完 耀祖 这是 这是怎么回事啊 二叔 今时不同往日 我现在已经是夏家家主 您这样直呼齐名 不太好吧 大家都姓夏 咱们都是一家人嘛 有什么话 坐下来好好说 你这 分家什么的 不好吧 我也是没办法 咱夏家 实在是没钱了 你看 刘夏的这几个夏人 那都是肯干活肯吃苦的 不养白吃白喝的废人 假假养不起 大少爷 东西都搬得差不多了 就剩大小姐房间了 那还愣着干什么呀 快去搬啊 可是 可是大小姐她 她怎么了 天天帮着夏宇彬跟夏家作对 凭什么留她呀 你这块办 出什么事 我带着 去 是 不用你动手 这破地方 我早就带够了 张姐 我也是没办法 咱家现在是在 闪开 妖族啊 你柳青是待够了 但是你二叔 对夏府 还是 有有有有感情的 你看 这叫什么事 这仓库门怎么开了 张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分家了 以后我就住这儿了 分家 小青 跟我爹他 我听说你搬出来了 你就住这儿啊 我在盐盐楼给你开了包间 不如你就搬过去吧 不用 住这儿挺方便的 可是这是库房 条件太差了 要不这样 你先到盐盐楼住两天 我让许子言给你腾额客房出来 不如常住盐盐楼吧 我每天送你来小舌店 更方便 花里胡哨的看着心烦 这屋里还有副桌椅 够了 这 这 桌椅也坏了 坏了我自己会修 我有手有脚的 又不是个废人 张姐 我听见我们被赶出来 张姐 张姐 刘星 走 我生在下架 长在下架 你我亲情虽薄 但终究妇女一场 请此一别 从此我与下架 再无瓜葛 早上 抢 你怎么会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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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喜欢吗 可以啊 叶文章 这布置得还挺有品味的 不过我说啊 你还是不够了解张姐 这连个冰漆架上 没花妆都没 谢谢你啊 那你先休息 不满意就找我反攻 张姐 你怎么还会赏花啦 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快 走了 走了 别追了 解决解决 快快快快 帮我帮我帮我 你个老东西 白石白鸽 让我伺候你多少天 不解让 想跑 我下石是那种赖让的人吗 他他他他 我女婿 张他姐 你 下家分家 他被下药族赶出来了 秦太 够吗 算你走运 走 还要是女婿好 我这两天吧 都有事 比较忙 也没时间去看雨病 再一个 这个自己手头比较紧 你看 我看你是不好意思去吧 你好赌 让我们给你付账 凭什么 你给我闭嘴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 少爷 咱赶紧走吧 给他钱就是个屋底洞 你说得对 跟我走吧 少爷 与其让你在外面惹是山妃 不如在我眼皮子底下待着 省事 多厉害 多厉害点啊 再让我吃出坏的人 饶不了你们 香 你干什么 你们两个下去吧 以后不用听他实话 是 是 你看看 约法三章 第一 房间必须整洁 不许一天到晚嗑瓜子 我这不是在外面吗 第二 不许调戏压糊 第三 凡事自己动手 不许让人伺候 我是闺女 不是爹说你 我这刚来徐府 是不是 得在丫鬟们面前 树立威信 你这 你这三条 这不打我脸的吗 这里是徐府 又不是下府 而且你只是来借宿的 你要是做不到 这赶紧走吧 说什么呢你 我是你爹 你是我爹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自己欠一批付债 还有我来帮你还 那付债子成 天天地义嘛 富债子成 这这这 尝你 来 死 吃不过你这自己做 尝尝这个 这个清淡 尝尝这个 男友男友跟女友加菜了 前女友我告诉你 在这种场合 女子都不能上桌 你们大肚让她上桌也就罢了 但也不能反过来吃过她呀 我不吃心了吧 丽冰 丢我先不吃了 老祖宗的传统美德呀 都被这帮兔崽子给丢完了 这么多吃的 都堵不住你的嘴 我吃好了 你还给我 你还 不要生气 她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不会听她的 反正我早就习惯了 以后你不用习惯别人 我来喜欢你 收起你哪位手的笑容 害羞喽 你能不能不要一天到晚 啥事情都怪 我都懂 乖儿子 你老好我总就是过来人 感情的事复杂得很 早老头子就是早老头子 怎会给自己量铁锭 三天不大 屁羊了错 是你啊 吃完饭就回去歇着吧 别到处溜达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来我们家种地呢 好 亲家 你看我有几句心里话 想找贤婿说一说啊 好啊 说 单独说 好了 你就不要在这儿挨死了 快回去吧 回去吧 回去吧 把瓜子皮股清干净啊 回去吧 回去吧 贤婿啊 你看我这刚来徐府 为父我呢 有几句心里话 想告知于你 你可知 何为礼数 何为尊卑 所谓礼数呢 就是女子的三从四德 什么是三从啊 就是女子未嫁从父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 所以呢 这个夏宇兵 你得好好管管 此事我自有主张 您就别管了 我怎么能不管呢 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尊卑 什么是尊卑啊 尊敬长辈 你看看你刚才跟你爹 怎么说话呢 俗话说得好 百善孝为先 不管是你爹 还是你夫人他爹 那都是长辈 跟长辈说话没大没小 成何体统 我告诉你 他许子言想干嘛就干嘛 不用你找 你再这样 你就说说说走吧 玄婿啊 好 刚才怎么教你的 女子出嫁从夫 你 你看看 明白 此事呢 我跟雨冰想法一样 我们俩是平等的 没有谁听谁的 你们俩可气死我了 模糊尊长 万古不画 不要给他我们走 时风日下 累积不苦 夏老爷 薛府给您送的信 薛墨 那谁 那个把地上瓜子皮给我扫了 夏老爷 少夫人吩咐了 不让我们伺候您 你就别为难小子了 你自己收拾吧 好 头发长见识短 不跟他一般见识 夏宝宝您来了 好 薛墨 你小子可真是出去了 哪里哪里 都是二伯子爱陪的好 晚辈还要向您学习呢 还是你小子嘴甜 比雨冰那风丫头强多了 二伯 您在许府住的可还习惯 别提了 许府那几个 那是住的不太顺心 你说雨冰那风丫头你也知道 成天没大没小 我也就算了 许子言那小子 根本就没个男人样 成天到晚他跟在夏宝宝屁股后边 我想着说他两句吧 许广林还不让说 还当着我的面一天到晚的 鬼儿子 鬼儿子 老口给你打屌 你也打老口 一家人尊卑不分 不成体统 此事利用隐情 只是碍于情面 难以开口 真是 苦了二伯了 什么隐情 二伯有所不知 雨冰和许子言的婚约 并非你亲我愿 而是许子言 以许家铺子做条件 强行殿下的婚约 还有这事 此事是他亲口所说 不会有嫁 两人甚至还订下契约 不过一般来说 和离要南方来提 像这种情况 雨冰要想提出和离 程普斯也能酌情处理 谁有此理 宣布 二伯您说 那你说 夏雨冰和离之后 他跟叶文昭叶公子 又没有机会 按理说 与冰和离之后 想给谁成婚都行 行 如此甚好 不行 那封丫头竟敢瞒着我 我得找他问清楚 二伯您别激动 先坐下 要不是听二伯在许府受了委屈 这事我是万万不会说的呀 不过 雨冰的脾气您也知道 现在硬是要把他和许子言分开 可能适得其反 还是您小子说的对呀 你说这许家在言下 也算是家大业大 除了业家 还真没几个能比得过的 况且雨冰还是个用过的 二伯别急 只要此次只想好好招待你 别动弄 来人 大人 给夏老爷上展场 用最好的坡儿 是 大人 好 宣武啊 你看你现如今也功成名就 就没想着讨个老婆 不知二伯您还记不记得 我和雨冰儿时定下过婚约 是有过婚约 你看你二伯这脑子 我也不怕您笑话 主儿不是个喜行厌旧之人 我对雨冰一片赤子之心 自从雨冰嫁到许香后 我便一心投入仕途 再未想过男女之事 这普尔是巡抚大人 南下时赠予我的礼物 二伯 你慢用 这死丫头 竟然有这么多人惦记 不过这薛慕 倒是比那徐子言还强点 是 你干吗呢 在厨房能干啥呀 给你做蜂蜂蛋 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哇 烫烫烫烫 快快快快 快 快尝尝 你给我做饭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快说 是不是你又做了什么坏事 不敢告诉我了 怎么跟你爹说话呢 快快快 来来来 趁热吃 快吃 快吃 那个 闺女 爹有件事 不知当奖不当奖 当奖不当奖 那别说了吧 吃吃 你爹我呀 看到你吃这个蜂蜂蛋 就想到你小时候 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 还有过一个婚约啊 婚约 你和薛木嘛 其实你俩是娃娃亲 这徐子言我也看了 不懂礼仪廉耻 肯定没前途 人家薛木就不一样了 你看人家钢盔言下没多久 就当了程府司 这往后还有得生呢 你什么意思啊 爹的意思是 没事多去薛府走动走动 这当官的帮金昌的天经地义嘛 是不是 而且那个薛府啊 比徐府要七百多了 我 这芙蓉蛋哥呀 你自己吃吧 贵女儿 你先坐坐坐坐坐 听爹把话说完 薛木这个人呢 确实不 我跟徐子言已经成亲了 而且我跟薛木是表兄妹 你要是再乱点鸳鸯鸵 我就跟你断绝妇女关系 你